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德 一個不斷被新遊戲吸去做評測 然後把這個遊戲割著的傢伙 那今天就介紹這款 前年就開始已經有動畫宣傳 鋪墊已久的手遊 宿命迴響 閒上的嘆息 我相信大多數的人知道這款遊戲 是因為2021年的同IP動畫 宿命迴響 命運節拍 本作是由萬代與DNA合作的大型跨媒體電晶計畫 所以本就安排有遊戲的發行 又或者動畫本身就是為了遊戲做宣傳 在動畫製作方面是由MAPA與Mathouse負責 而遊戲方面在人設 美術 音樂等 大部分都是由日方參與負責 而最終整合與系統開發 則是交由那個代號R的工作室負責 這間應該就是中國方的DNA團隊 博有了之前獵人手遊帶來的經驗 我對於這款遊戲始終是保持遠觀的態度 而不論動畫還是遊戲 組合心都是圍繞著音樂 擬人構成的世界觀 曾志祺啦 怎麼最近都是在講這類手遊呢 進入遊戲前 可以稍微先了解動畫線的部分 不感興趣的觀眾請使用下方的時間軸穿越術 某天名為黑色雲鐵的黑色隕石從天而降 其滲透出的力量誕生了名為D2的怪物 他們會受到音樂的吸引 並對周遭產生破壞 而之後人們發現 音樂是能打敗D2的關鍵 名為交響樂團來組織引你的指揮家 與音樂化身的奏者來戰鬥 在經歷長期對抗D2後 交響樂團發布了《雜乾宣言》 讓人們停止傳播並放棄手上的音樂 這樣沒了誘因 世界大部分的D2也陷入了沉睡 迎來了相對安穩的四年 再來正式進入動畫的主劇情了 那因為會涉及大量的劇透 所以想看動畫的 建議可以跳過這段 不過看不看動畫都對遊戲體驗影響不大 那在動畫線中 意義上的女角柯塞特 突然遭到D2襲擊後重傷 而戴在身上的礦石項鍊讓她覺醒 取而代之地成為第五交響曲的命運與主角哲人締結契約 不過原本的記憶與人格卻都消失了 成為一個全新的個體 而因為命運是透過非常規的覺醒流程 在戰鬥時會消耗並侵蝕哲人的生命與肉體 於是之後男女主角以及女主的姊姊安娜 決定一同前往紐約來尋找解決的方法 中間歷經了人我省去的劇情快轉後 才知道D2原來是被人為喚醒的 最終的目的其實是交響樂團想要將其集中並且消滅 其實劇情看到這邊還算平穩 稱不上什麼神劇湊合著看也還算行 不夠可怕的是後面突發的劇情轉折啊 因為劇情的前中期都是圍繞著男女主角 看下來都會覺得兩人發展成感情線是非常合理的 但後面的劇情不知道是因為急速太短 還是因為廠商趕著推出手遊 突然一個大反轉 讓姊姊安娜跟男主硬湊成嬉皮的感覺 結果又讓命運消失前跟男主角告白 然後安娜成為了新的命運來接續手遊的劇情 這段劇情的銜接真的是有點太硬了 如果是沒有安娜硬上那段 再合理的交代如何讓命運復活的話 算了 反正已成定局了 就這樣吧 那我們就開始遊戲吧 遊戲中玩家扮演的是動畫男主角哲人 在動畫最後耗盡了力量陷入了沉睡 有一天在D2來襲時被喚醒 也遇到了命運來疑我們對話 於是就開啟了一邊對抗D2 一邊養後鍋的環節 這遊戲目前主要的核心 都擺在劇情與人物互動 相對來說並沒有強調戰鬥方面 但也不代表他對課金的不要求 劇情推進時 除了主角跟部分角色以外 都會有高質感的Live2D穿插在演出中 不論肢體表情都做得豐富而且生動 章節也會有動畫作為影子 再搭配全程的配音 演唱其實是挺好的 但可能也是因為美術有所堅持 導致在UI上有些奇怪的設計 這邊先講講立繪吧 細節處理跟人物神韻都表現得非常驚艷 每位角色伴隨著選項 也會切換不同的動作跟視角 再接著一邊看任務來聽或吐槽吧 首先人物是有職業種類的 但卻沒有進一步的選項可以去查看 這連簡單的小說明也沒有 讓玩家你自己猜 然後如果你想看一個角色的技能 你必須通過好幾個重重的步驟轉跳 順帶一提 角色本身是有領袖技能的 不過它隱藏的挺深的 這樣的呈現確實是好看的 但有點太過於為了設計而設計 美觀遠大於實際 如果是當作設計各展戶的提案 這當然是沒有問題的 畢竟短短幾分鐘 要抓住目光是很重要的 但回歸到遊戲上 就不是想怎麼發揮就怎麼發揮了 想像一下 如果讓你使用一款APP 開啟某功能前 設計師先安排各種 華麗過渡特效 不用多 可能光10秒 你可能就會覺得在衝殺小了 而這升級的數量選取選單 看上去也有一種說不出的違和感 那廠商還有精心設計了一個小地圖 有點像是家園系統 把部分的功能拆分到其中 像是主線人物 商店 戰鬥關卡 抽卡等 也幫了散落在場景的每個人物 做了各自獨立的劇情 甚至包含後續的互動玩法等 看得出來廠商是想與其他卡牌養成做出差異化 但實際的操作反饋上並不是太好 越慢的走路速度 不太好按的對話選單 視覺回饋設計偏弱等 再搭配明顯的切換卡頓跟延遲 多少還是有點影響體驗的 就目前做出來的效果 可以感覺團隊在技術力跟優化上 還無法達到每處想要呈現的模樣 只能等待後續的版本調教了 那接著來講主線跟戰鬥部分 主線劇情的推進 沒有塞大量的重複戰鬥來拖進度 而是以劇情為導向 很多戰鬥環節都是服務於劇情的設計 如果你是劇情黨的話 在體驗上會比較友好 而廠商將額外的戰鬥版都放在養成 跟模擬戰等副本裡面 那模擬戰的玩法跟主線是有所關聯的 當探索值不夠解鎖主線的時候 就不需要來這邊走走 設計上是帶有一點解謎要素的副本 不過並沒有搞得太難 而且可能不少人會喜歡這種玩法 而戰鬥戰則是採用了前後排的回合制 雖然並非是使用3D而是採用2D來表現 但也並非壞處 反倒能更好的還原力會 省得去挑戰玩家的審美極限 在人物的技能施放上 會透過調整運鏡跟動態模糊來強化立體感 也有不錯的大招動畫 進一步提高畫面的豐富性 且戰鬥音樂不同的曲調的切換也很順暢 雖然乍看嘛 跟那款宇宙神遊 不能說是一模一樣 也是一樣一模了 玩法上也跟另一款黑暗地牢的表現非常的接近 不過現在遊戲在畫面跟玩法的接近已是常態 更考驗是有沒有添加創意去改變 不過很顯然這點是我多虑了 機制上並沒有太多可以講的部分 而我剛剛提到那個長很深的李秀技能 可以透過上場指定類型的角色來發動 不過他真的藏得很深啊 是我在後來探索後才發現 那目前我只有兩個角色能發動 不過難保未來不會變成課經典 例如像某個一拳超人 一代核心一代神 沒抽就是下等人 而戰鬥也有提供倍數跟自動模式 前期遇到99%的戰鬥 丟著即可 打不過就是去升等級 玩法上仍是走傳統的素質養成類 在養成方面 系的階段是挺精簡的 只有等級、天賦、突破跟裝備 還有一個應該是好感度的養成要素 但目前沒有開放 不過看到這個萬惡的碎片機制 我的頭就痛起來了 而課經方面 不知道為何 這個抽卡動畫後的角色出漲 視覺中心都是有點偏左放 就挺怪的 也許是方便直接調用現成的資源 來減少手機的負擔 那本次沒有開放任何儲值 也看不到各種歡樂禮包 所以只能推敲一下 依照10抽是1500匙 以及通用6480跟648的這種課經數字 大約應該是會落在700元左右 但是 人物抽取的小包底是120抽 採雙UP池 隨機二選一出貨 沒有硬保護著定軌 而且重複抽取是那個萬惡的碎片機制 剛好看到這個碎片就可以準備溜了 二星升三星要90個碎片 三星升四星要150個碎片 要求不斷提升 但獲取的是固定的 這個後面我是想都不敢想 雖然商店可以對外額外的碎片 但那個量 只能說是杯水車薪 當然如果假設還是維持劇情為主的PVE 沒有太多強PVP要素的話 那這方面就不算特別的毒點 至少在前期體驗下來 對培養強度沒有太多的要求 但如果之後有類似一拳超人的戰力要求的話 那就不好說了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武器抽取 保底是120抽 除了職業限制以外 暫時沒有所謂的專武 三星不需要碎片也不會抽到碎片 而對比等級來說 前期的影響也不太大 所以實際上架後 最好先觀望一下 如果之後有各種PVP內容的話 建議還是先摸摸自己的口袋夠不夠深吧 或者可以果斷放下去買雞蛋來炫富 結論 成也美術敗也美術 無用強求一切隨緣 你說他做的不好吧 美術立會表現得非常好 你說他做的好吧 也只有美術立會表現得非常好 真的得感謝日本繪師的加持啊 人設香是真的香 而現階段的內側 比較像是遊戲展示居多 不知道未來實際上架後 會不會藏著IP加美術 來填補各種課金內容 尤其開到這個DNA 就很難抱有期待啊 就希望這次是我看周夜 廠商其實是想做人的吧 總之不論玩與不玩都不可惜 玩家們都有各自光明的未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d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 이지我們五星的頻道 為... 跳舞